大家好 我是台北爱乐管弦乐团 首席指挥林天吉 Claudio Abado这位伟大的指挥 接手柏林爱乐之后 好像每一年他都是根据一个主题 去策划了一场新年乐会 就当然是延续卡拉昂时期的传统这样子 对于Avado个人呢 我记得我老师亨利梅泽先生 他那个时候在自家哥交响乐团的时候 有一次在乐团在排练这个马勒第五的时候 Avado先生好像就是走过来跟 梅泽先生讨了一份总谱 就是马勒第五总谱 然后他就拿过去看了 据梅泽告诉我说 好像就看了几分钟之后 你就还他了 然后整个就背起来这样子 我认为其实当然 梅泽先生跟我讲这个小故事的时候 他就是讲得很深 说这个人的那种记忆的能力 是超强这样子 可是我一路走到现在这个年纪 我认为他应该是在青年时期就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夫 当他在跟乐团要排练之前 或者是上去指挥这些好的职业乐团之前 他其实这些独普的功夫 其实已经都已经准备得非常非常充分 他有非常大量的曲目量 是整个记在他的脑子里面的 对 我自己个人本身对阿巴多的喜爱 其实没有那么的多 应该是说在我早期当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的学长或者是老师都告诉我说 阿巴多的录音其实非常非常好 那时候我当然也去买了录音来听 可是总是对于他的这种录音 有点不温不火 比如说在某些Symphony或马勒里面 应该要更多的更重的 这种情感上的表现的时候 阿巴多总是采取一种 比较克制的这种方式 这个对我来讲 好像在年轻的时候来看 就是说这种情绪的冲击并不够 如果我们compare跟这个Bernstein的Marler来比 那他的贝多芬呢 早期跟维也拿爱乐的这个版本也很棒 但是你听起来跟卡拉扬 或者我们知道Fall of Anger 这些来讲好像又少了一些什么 但是让我对阿巴多整个改观的是 他那个时候罹患癌症之后 再跟柏林艾瑜重新录的那套贝多芬 哇那个真的是棒的不得了的一个录音 所以从那一个之后 我才开始去理解说 原来阿巴多他本身对于这种音乐的美感 我可能可以用Elegant这个字 来形容他的指挥风格 那所以我们倒过来看 在这场1998年的音乐会 其实是在他生病接受治疗之前的音乐会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 而且又选的都是他熟悉的歌剧的选碎这样 所以基本上有点就是像他的 他跟柏林艾瑜的一种火力展示这样子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在音乐会里面 他当他在指挥歌剧或歌剧的序曲的时候 那种意气风发的那种优雅的姿态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东西 那当然整场贝谱那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 那你说像贝谱这一点对指挥来讲 就是说背一个Symphony我觉得OK 但是如果像这种协奏或者是歌剧的area 也能够背部的话 因为像这种歌剧伴奏的部分 现场你可能要处理很多不同的状况 有可能是比如说歌手 他临时一个呼吸没有对过来 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比如说跟乐团搭配的时间 或整个的乐曲的进行这样 所以比如说你背部指挥这种歌剧的有碳调的话 你本身的那个身体的协调能力要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捕手绝对是第一件事情 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临场 他对于这种乐团声音或歌手本身呼吸的那种敏锐度 那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为什么阿巴多在我们这个世代 他就是一个传奇的指挥人物 大家好 我是台北爱乐管弦乐团首席指挥林天吉 我在中华电信MOD月迷199